男子鬼鬼祟祟到廟裡 利用工具偷走香油前 來到另一間廟宇 男子繼續偷 過程中不忘注意 現場有沒有驚動其他人 但嫌犯似乎偷上了影 台北市新一區三間公廟 接連發生竊案 車輛遺遭毀損案件 意外查出廟裡工德鄉內置香油前遭窃取 經擴大調閱周邊監視器影像 所定一名如姓男子設有重嫌 擴大清查該嫌公社及本家 4月8號、7月3號及7月18號等 三期香油前遭窃案 乃據以偵辦 清查如嫌居武定所 長出墨於大台北地區登山步道 並清查身份發現 該嫌疑是台北地檢所發不知 竊盜通緝犯 經專案人員分析其經常 於建坦捷運站一帶轉乘公車 遂經多日埋伏 於7月21日順利將其查契到案 如嫌對於竊取香油前之犯刑均 坦誠不畏 警方接獲報案 在附近山區逮獲這名男子 發現他是一名竊盜通緝犯 平常搭公車行動 神明面前也敢偷香油前 警方依切到罪嫌將他移送偵辦 記者黃少鳴台北報導